大家好 我是大胖 今天给各位介绍了一个 听起来很灵异 但其实是真实发生的故事 一直被困在南极的探险队 被所谓的幽灵队友拯救的故事 当然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你懂的 1914年8月1日 一大群人聚集在伦敦港 向一松正在离港的三围蒸汽帆船送别 人群不停地挥手欢呼 一个人站在船头 向热情的人群脱帽致敬 他叫沙克尔顿 是当时英国最有名的探险家 也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咱们就简称为老沙 老沙此行的目的是南极 他要完成一场壮举 带领探险队横穿南极大陆 在当时 全球都很想知道南极的内陆是个啥样 但没有人敢起这个头 因为南极恶劣的气候 让所有探险家都望而却步 这时老沙跳了出来 他说 我来 从而一举成了世界明星 当然老沙并不是哗众取宠 他确实是有备而来 他之前已经去过南极两次 积累了丰富的极地探险经验 而这一次 他又做了万全的准备 不仅物资充足 而且装备非常精良 这一艘三维蒸汽帆船 名叫尖忍号 在1912年 刚刚从挪威盗船厂下水 尖忍号名如其船 材料上呈船体的耐用性和强度极高 是专门为极地探险所设计的 还被英国媒体评为有史以来最坚固的牧船 全球有5000多名粉丝 永远报名 都希望加入老沙探险队 在精挑细选后 老沙挑中了27人 做成一支探险团队 队员里包括有科学家 气象学家 电学家 也有职业的探险家 老沙的打算是 即便遇到了险情 这一支专业的团队也足以扛过难关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让老沙尤其事先没有想到的是 最终帮助他摆脱困境的 竟然是一位幽灵队员 这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慢慢到来 接日后先是驶向了南大西洋上 一个叫南乔治亚的岛 岛不大 面积只有大约3500平方公里 南乔治亚岛被称之为南极州大门 是一个常年被冰雪覆盖 鸟不拉屎的地方 老沙把船开到这里的目的 是了解南极的情况 并做一些补给 那么既然鸟不拉屎 这里怎么会有补给呢 因为这座岛的周边海域 是鲸鱼和海豹的乐土 当然老沙不是说通过补金来获得补给 他是向岛上的补金站求助 这么来获得补给 岛上驻扎了全球200多个捕捞队 同时岛上还设有6个屠宰场 昼夜不停的肢解鲸鱼 提炼鲸鱼 剥下海豹的皮 在20世纪初有十几万头鲸鱼和上百万头海豹在这里丧命 毫不夸张的说 南乔治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哺乳动物的屠宰场 同时这里的补金队对南极的洋流和气候鸟如指掌 老沙和探险队在南乔治亚岛上待了足足一个多月 避开了补金队所警告的寒流 而且还加足了煤炭 这才启航前往南极圈的威德尔海 尖人号开足了马力 在冰面上乘风前进 向南极洲进发 威德尔海的海浪很大 但好在尖人号马力充足 设计优良 所以一路上有惊无险 直到六周后的一天 气氛开始不对了 老沙一觉醒来就发现 他感觉船几乎没挪窝呢 这个时候船员赶来报告 糟糕了 船被冻在了冰面上 老沙赶紧跑到甲板上查看 这才得知怎么回事 由于温度太低 海面上的浮冰就像被浇水粘住一样 粘在船的四周 尖人号的蒸汽发动机 没有足够动力继续破冰 所以就像被冻在了冰面上一样 有经验的老沙立刻指挥船员们 跳到坚硬的浮冰面上手动凿冰 果然这一招起了作用 但没过一阵子 浮冰越积越多 舰人号就像被裹在糖果里的杏仁一样 根本无法动弹 只能被厚厚的浮冰裹挟着 缓慢的前进 洋流流到哪儿 船也就飘到哪儿 开始时老沙还很淡定 觉得只要船飘到了 水温温暖一点的海域 那么浮冰松动 船就可以启动了 但是这一飘 就足够在滨海里漂流了近两千公里 舰人号还是被处于风动的状态 而且这个时候船上的物资也已经捉襟见走了 老沙这时意识到问题严重性 赶紧发出命令 我们得弃船逃生 于是船员们就坐上三艘救生艇 奋力滑到最近的一个小岛 叫向岛 还没等他们庆幸节后余生 探险队上岸一看 心就凉了 向岛在南极半岛东北部 常年覆盖冰雪 也是个鸟不拉屎的地儿 探险队在岛上艰难过了两个月后 大伙是越来越绝望 这里根本看不到一艘船经过 虽然说每天可以捕到鱼 能解决食物的问题 但是没有船只经过 已经没有被救出去的希望 那最终的结果 大家只能是一起埋在向岛上 于是这时 老沙做出一个艰难决定 他让大部分队员留在向岛 自己呢 则带领最有探险经验的五名队员 去南乔治亚寻找救援 队员们听后当时就哗然了 因为从向岛到南乔治亚 整整1300公里 而且这是整个威德尔海 风浪最大的区域 即便是像坚人号这种级别的船 在这个区域都得小心翼翼 靠一艘小小救生艇 想穿过上千公里这片海域 简直是在做梦 被海浪掀翻 可以说是分分钟的事 但老沙双手一摊 既然大伙说不行 那你们给个方案呗 队员们就都沉默不语了 第二天一早 老沙带着五名队友启程 可是刚一坐上救生艇 他就感觉不对劲 他觉得船上有七个人 可仔细再一数 确实只有六个人 这个时候老沙也来不及多想 就指挥着船员们奋力划船 看着逐渐远去的巷岛和岛上队员们的身影 老沙在心里暗暗发誓 我一定要把所有人都安全的带出南极 这一路上还别说 威德尔海就跟换了个脾气一样 每天都风平浪静 不再是风浪大作的状态 全然不像他们刚刚抵达这里的样子 就这样过了14天 他们终于抵达了南乔治亚岛 然而老沙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因为还有更严峻的任务在后面 因为他们登陆的地方 是南乔治亚岛北端 叫哈康国王湾 而捕金队所驻扎的地方 是在岛的中央和南部 这一队人现在还得翻越横贯小岛的崇山峻岭 才能够抵达捕金队驻扎地 山倒是不高 大约也就是600多米 但是南极洲的山 和我们平常见过的山不一样 山上不仅没有路 而且堆满了冰川积雪 很难通行 更加悲催的是 有三名队员由于太虚弱 一上岸就没有办法继续前进了 老沙安排他们留在原地 给他们留了一些补给品 自己带着剩下两个人 继续赶路去寻求援助 所以小分队的人数 此时缩减到只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也早已筋疲力尽 但强大的信念让老沙撑了下去 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 我必须把太险队的28个人 完好无损地带出南极洲 就在这时 刚一上救生艇那种奇怪感觉 又出现了 三个人手脚并用 爬上了一座冰山后都累瘫了 于是决定先就地休息 过一会儿再继续赶路 三个人就找到一块被封的岩石 待在岩石的后面休息 三人中有两位队友 刚刚坐下去就睡着了 但此时老沙心里很清楚 自己可千万不能睡 一旦自己也睡过去了 咱们三个人可能就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虽然精神上很抗拒 但是身体却很老实 浑身疲惫的老沙 屁股刚一着地 眼皮子就开始打架 眼看着就要进入梦乡 老沙突然感到 有人猛烈地摇晃他 他还以为是队友在叫自己 顿时一个机灵醒了过来 可是睁眼一瞧 那两位睡得正香呢 于是老沙赶紧把两个人叫醒 三个人继续上路 在此后过程里 老沙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确实有第四个队友存在 但他不想说给自己的队友听 怕他们被吓着 三个人走在一个斜坡上时 有一位脚下一步流神 摔倒了 把另外两位也绊倒了 三个人就齐刷刷地往山下滚 就在非常危险的千军一发时 三个人就感到有那么一股力量 死死地拖住了他们 就像是有人从身后拽住了他们一样 此时三个人往前一看 离悬崖只有一步之遥 同时又转过头向四周看了看 只有哀哀地雪地冰山 两个队友又互相之间看了一眼 同时发问 是谁 是谁把我们拽住了 这时老沙知道 他们也察觉到了第四个队友存在 就这样 三个人在第四个幽灵队友的帮助下 艰难地爬过了冰山 就在三个人累得 基本上贪夺在地 动弹不得时 听到了远处传来 捕金队营地集合的哨声 就在这一刹那 老沙感觉到异样 原先一直陪伴在身边的那一位 隐形看不见的第四位队友 突然消失不见了 老沙从两位同伴的眼神中 也读出了同样的信息 但是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无暇顾及别的事了 三个人赶紧 亮亮呛呛地跑向了捕金队 探险队的所有人最终都得救了 老沙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把28个传员全部带出了南极 而老沙这一段奇异经历 后来出现在不少书里 在21世纪初 这段故事引起了一个叫 本安德森 带的人注意 因为安德森是英国杜伦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他当时正在做一项研究 专门研究人的幻想和幻觉 尤其是那些和早期精神病有关的症状 了解这些可以对患者进行早期的心理治疗 防止精神病恶化 这也是杜伦大学心理系 当时一个很主要的科研项目 安德森带领的小组 研究了全球上千例幻想和幻觉的案例 他们接触过无数的精神病患者 包括自闭症 以及各种需要精神治疗的人 有的人是说 他们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 这叫做幻听 有的人则是很容易受到外界暗示 在大脑里产生幻想 比如早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这里面有些人甚至需要使用药物治疗 才能够摆脱这些幻觉和幻想的纠缠 在精神病学领域 幻觉和幻想指的是两件不同的事 幻觉是指人的无感 感受到了实际并不存在的声音 气息图像等等 而幻想则是幻指 在大脑里想象出来的存在 和人的感官系统不一定有直接关联 比如某些精神病人 总是想象有人要谋害他 但是老莎所讲的隐身队员的故事 直接推翻了安德森所有治疗的经验 老莎也和安德森之前接触过的病人不一样 因为老莎意志顽强 他是一位卓越的领袖 他带领着探险团队死里逃生 这样的人一般不太容易受到外界影响 本来呢 安德森是认为 老莎在极度疲惫和削弱情况下 出现了幻想 但是幻想这个事 他并不会传染 而在场的另外两名队友 也感知到了那位隐身的第四位队友存在 三个意志坚定的人同时出现同样的幻想 这种事情的概率就极其极其小了 老莎的经历为安德森的研究打开一道门 安德森发现 不仅仅是精神病人 会说感知到某些常人感知不到的存在 即便是意志坚定的正常人 有时候也会有同样的体验 瞒到说 这种情况是属于人类所谓的第六感吗 安德森进一步研究发现 这种独特体验在登山者中其实很常见 后来安德森在一次医学年会上 遇到一位同行 来自于南非的医生保罗 在听完安德森的研究课题后 保罗讲出自己的一段经历 在2003年 有钱有贤的保罗 曾决定挑战自己的体能 他选择了攀登南美洲的最高峰 阿空加瓜山 阿空加瓜山坐落在阿根廷的门多萨省 属于安地斯山脉 是西南半球的最高峰 海拔6961米 比珠峰的海拔低了将近2000米 所以登山者不需要带氧气瓶 相对比珠峰 阿空加瓜山对于职业登山的人来讲 就是一个热身项目 小菜一碟 每年都会有2000多人能够登顶 但是对于像保罗这样的登山菜鸟 那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保罗跟着向导达成了登顶的目标之后 就拖着疲惫的步伐往山下走 每走一步 保罗都感觉像一次生死考验 看着脚下万丈深渊 保罗后悔不已 自己为什么要花钱找这个罪兽呢 就在这时 保罗突然觉得自己身边多出了一个人 但他环顾四周 向导在前面两米多远 队友则在身后两米多远 而这位看不见的隐形人 似乎是在和自己肩并肩行走 隐形人会在自己疲惫时拉自己一把 甚至在危险时保护着自己 无言的鼓励自己继续前进 像是守护自己的天使 讲完这段经历后 保罗笑着对安德森说 我也不信教 我也不好说呀 这就是天使的保佑 但是这确实不是因为高山缺氧 或者是我神经粗乱造成的 因为整个过程 我的神志都非常清醒 我是医生 这一点我非常确信 安德森又接着问道 那后来呢 保罗说 就在我们看到营地那一瞬间 肩并肩的隐形人就突然消失了 我再也感受不到他 这个情况就和老沙团队 遭遇南极幽灵的情况一模一样 都是在人遇到极大困难时 来帮助的幽灵 安德森在研究了上千个案例后 写下自己的论文 精神病的探索 可能最终会走向两条不同的路 第一条是在纯肉体上下功夫 比如神经系统紊乱 代谢故障 分泌失调等等 第二条路则是在纯精神上下功夫 比如了解精神的本质是什么 是不是可独立的存在 精神和肉体是如何在正常人身上 和谐的配合的 在精神病人身上 又是发生了哪些故障等等 安德森最后写道 也许在人类触及不到的地方 同时同地存在着别的空间 在那里有所谓的幽灵 我们看不见他们 他们却无时无刻不在 注视着我们 并且在必要时 示意援手 对此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 还请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我会随机定期 抽取部分观众 赠奉小礼品 好 今天呢 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 还麻烦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一定要长按哦 感谢感谢 下期见 拜拜了 您了 by bwd6